在北海岸地区又有大批的海漂垃圾伴随着铜罩在海面上漂流 还有岸边更是有被洋流带进来的铜罩以及海洋垃圾 为了不让北海岸的观光景点被脏乱所破坏 在今天立委红国船服务处也发起了会议 邀请相关单位人员来商讨海漂垃圾的清洁永续对策 既然北海岸地区在海上作业的渔船们发现 又有大批的海漂垃圾伴随着铜罩在海面上漂流 还有岸边更是有被洋流带进来上岸的铜罩以及海洋垃圾 为了不让北海岸的观光景点被脏乱所破坏 今天立委红国船服务处也发起了会议 邀请相关单位商讨海漂垃圾的清洁以及永续的对策 那如果在海上组合的时候 如果刚才那些我们不组合的话 不可以落枉 对我们营养上去很大 还说我们那里有鱼叉的鱼帽就在那里 那里头就不可以了 还有晚上如果在晒的时候 如果有茶去涮到 那里也涮海 那里都会涮湿 对我们渔船都有涮湿 第一时间发现渔港区出现大量的海漂垃圾 金山区渔会立刻进行垃圾清理捞捕 另外出海作业的渔民也发现大批的铜罩在海面上漂流 担心渔船的风扇叶片机械会被破坏 不仅不敢靠近 就连渔船都不敢放下海 影响渔民的升级 针对海洋的一个被捕的部分 那我们就是也补助了我们各县市的 云海的一个县市政府这边 他去推广我们的一个滑岛舰队 那这滑岛舰队就是希望说 我们的渔民在在捕鱼的时候 那发现到有这个被捕 把这个垃圾捕回来做岸上 来做这个捕鱼 那整个我们的县市的这我们这边 会有一些可奖励的措施 那例如有一些兑换宣导品 或是兑换旅券的方式 然后鼓励这些预理来加入我们的官方舰队 那今天非常一个重点就是说 仪会单位也讨论出一个 是不是有可能在海上做拦截的一些政策手段 那我们当然也听到海委会海洋保育署的说明 那我们要求他将现在目前所有的政策手段 汇报到我们国会办公室 因为很多政策是一般民众不知道 也没办法去帮忙 也没办法去争取 那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台湾四周是海 应该也不只是北海岸 甚至我们的东北角也都是 那我想这个都需要各个单位 能够随时监控积极处理 然后甚至能够连结各单位 甚至民间企业团体 然后尽力的来清理 在今天的会议中 海委会提出相关的监测方式 与鼓励捕捞的人作业补助的办法 希望提高各单位主动捕捞海漂物的意愿 另外立委洪庄服务处也表示 透过今天的会议要求相关单位 将海漂垃圾减实以及捕捞的方案 以及补助办法提供给立委办公室来公告 期待借由各单位的协助 让北海岸的渔业都可以不为海漂垃圾所侵扰 观光资源也可以永续发展 也是浪平函金山采访报道